昨天時代力量的兩位市議員 這個林穎夢跟黃玉芬 突然 我用突然兩個字 所以我有點沒有預期到宣佈退黨 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新聞畫面 春演之代的李主席在大約上個禮拜 說他要革新了 可是在這個革新的過程之中 我們卻遭受到用新聞 用匿名犯法的新聞來逼迫我們退黨 不實的新聞抹黑的新聞來逼迫我們退黨的內容 那我想我們應該感受得很明確 就是這個黨希望我們離開 過去2015年以來我非常深愛這個政黨 我也對這個政黨有很高的期待 我也很希望在這個政黨可以好好努力 我也很希望這個政黨可以帶給很多年輕人更多的希望 但是很抱歉讓大家失望了 我會離開這個我曾經深愛的政黨 OK 這個林穎夢議員 我們等一下在12點10分左右 會跟他進行視訊連線 聽聽在隔夜之後 他最新對這相關議題的回應 看到這個林議員淚眼汪汪說的 我有個群組大概是29歲以下 我們內部規定說超過29歲以上 就麻煩您自動退出了 昨天我看群組裡面對這個消息都非常的遺憾 很多人批評不多啦 但心裡面或許他不講 但都覺得說曾經對時代力量的這群年輕的政治工作者 基於那麼高的厚望 卻發現他們一個一個離開這個過去 他們也投影高度期望的政黨 心裡面真的有說不出的酸暑了 來看一下相關的新聞連結 黃玉芬 林穎夢 類似黨同伐議 說整個黨有黨同伐議的現象 他說調查前主席徐永明徐老師 竟然還要簽本票了 OK 時代力量前主席徐永明 社團風暴擴大中 時代力量台北市議員黃玉芬 林穎夢5日宣布退黨 兩人晚間出面接受訪問的時候 林穎夢說 我會成全我曾經深愛的政黨 他也質疑 原本要求所有的紀律委員 都要簽署保密協議 簽本票如果對外說明要賠償 有刑事責任 他質疑 調查徐永明 聽取他的說明有這麼困難嗎 但隨後這個黨部 另外一位紀律委員會的成員說 這是過去曾經有人提案 並沒有真的要這個 相關的黨團的成員說 你都要簽本票 簽保密協議 那對外有任何不當的發言 你也有借你 聽聽堅哥你的意見 文家兄 這個真的是又加上那個什麼 保密要保密協議要簽本票 我覺得一個這麼年輕 清新 脫俗 大家寄予厚望的新興政黨 怎麼搞得 好像那麼老邁 那麼熟練 搞得那麼江湖化 什麼事情內部在討論 還要簽保密協議 甚至簽本票 哪個政黨有這樣 過去那麼差的百年大黨國民黨 我想也不至於吧 那我們民進黨更不用講 民進黨一向大明大方 當秘密會議內部在要 說不能對外講的時候 大家都是人格 以人格互信 絕對不可能去洩漏那種說 真正不該講要保護的 人或者事情 所以我覺得搞得這麼神神祕祕 基本上 這個黨真的是大問題 我認為這件事情 真的第一點 社會審判已經早就形成了 我覺得這個社會審判 我覺得這個社會審判 大概是判這個 時代力量 大概判他 無期徒刑了 無期徒刑 一個月310萬 現在今年開始 他們選票增加5,490萬 你會省過 一個月456萬 你這樣子還需要去借 那個一兩百萬說來發薪水 所以說在那一般社會的人 聽起來 這說不過就對了 那我覺得第二點 時代力量傷腦筋的地方 就是它引發了我們社會 我們社會的長期以來認為 就是說真小人固然可惡 可是偽君子更可怕 更可惡 這是社會痛恨的是這樣 真小人一些壞蛋壞的黨 那至少人民看得清楚 被你騙了一兩次 被你惡搞了幾次 但總是人民會想方設法 社會會阻止他們 不要再去唯惡 就是不要讓這些人再來參政 對不對 真小人我們知道 那怎麼應付他 怎麼防範他 怎麼消除他 可是你偽君子這很糟糕啊 那尤其他們偽君子 這個糟糕的就是說 你看他們像一塊招牌 你學歷那麼高嘛 教授嘛 那個帶頭的兩個都是嘛 那你這一塊招牌 你又幫那些很不堪的 很污秽的企業主 你再幫他們當招牌 那你這一塊招牌遮在那裡 你讓我們社會讓人民看不清 哪一些企業他們的惡質 他們的可怕 所以當你這一塊招牌遮住這些 我講 我真的不客氣講 過去古人古訓啊 世代夫之無恥 世衛國恥 我請問啊 書念到這麼高 那你一個工廷位 你還找你們學校 這些同事 教授也一起來 這在幹什麼呢 我認為這不可思議 這不可思議 這樣子的敗壞 你自己愛就好了 你再招一頂人 借用你的高知名度 你跟他們的友情 你跟他們的同事之情 你去拉拉一堆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也是學術界學風的一個敗壞 所以我是這麼認為 我認為導致他們年輕幾個 我意外好像有兩個同仁 王遠 林議員 他們昨天在很沉痛之後 他們也宣布退出這個黨 那許耀明至少 他還有留下一絲絲的 自己留一點尊嚴 一點面子 就是說他不連累這個黨 他自己也宣布退黨 我想這個是好的 因為這樣的事情 不能夠懶惰 沒有錯 文家中您講的對 其實這個事情 只是調查官調查了 那其實看起來罪證十足了 也確有這一些事 那等著起訴 那當然除了起訴 那還有後續在法院的攻防 我們當然也不能說馬上 就是把這件事情 改觀定論 然後 但是應該社會 我們的民主制度 法治 本來就會給他們 幾位被告一個答辯的空間 也不是現在就完全判定他 但是 其實我們社會上 很清楚的知道說 當然要給他一個答辯的 一個空間時間 但是大家大概心正已成 因為事情非常清楚 那其實我們民進黨 我們綠色 尤其我們這些評論人 像我印象最深 我在的時候 我想到就真的覺得很難過 那個六年前學運的時候 我還找我們幾位同事 因為那很急 那些黑道就是集結在捐察院 要從正鄉親要攻進去 那個的前一天 警察才去驅打這些民眾的 我們看的義憤甜言就是這樣 前一天警察打 隔一天黑道集結要去驅趕他們 警察打完黑道打 這我們看在眼裡 我們怎麼會受得了這種事 所以要去打索無寸鐵的學生 那些都好像我們自己的孩子一樣 所以我們停機之下 我們那麼多議會同仁 當時一時沒辦法號召 那麼多群眾來保 所以我們去 我們手撐起來 我們就手在那邊說 你如果要進去 踏過我們的屍體 那事實上也經過這樣 打扭打三次以後 大家也被那個旗幟弄到 也是都受傷 所以堅哥你也一再提醒說 你對這個政黨的不捨 對這些年輕的這些政治工作者 過去他們在學運 在一些政治活動裡面 也都展現他們的青春的 單純的那種政治的一種能量 那看到今天這個黨 這個組織以及特定的一些 年輕的朋友們都紛紛的離開 說真的我自己擔心 這會不會對於台灣的年輕人的從政 投下一個比較負面的示範 我不是說年輕人的你們的問題 就是說你們積極營營的去尋找一個 可以寄託的組織性力量 能夠跟這個急需改革的 台灣的老舊政治體系對抗的過程當中 你們的付出 讓我們覺得非常的可惜了 在國際上是天下的 看到你、就能來跟這個項目的 並不是問題 自己用來關注授 自然為你想要去尋找找一堂 不要加上一堂